韓國的總統也是為了疫苗的採購 親自撥電話給Moderna的CEO去談 所以都可以看得到 在疫苗採購的政策上面來講 確實是比較需要 類似我們台灣去年 國家口罩隊那樣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由國家層次的 可能是行政院甚至更高的人 出來召集這樣的一個採購的平台 也好或採購的一個專案小組 我建議我們的外交部長 我們的行政院長 我們的總統都要站到第一線 像以色列 像韓國 他們最高的行政首長 親自出來跟各國政府來交涉 這個是非常緊急的事情 大家都說我們歡迎你打過疫苗的人 進入到我國家 那我們台灣打的疫苗非常的少 我們打不到疫苗的話 我們就被人家鎖在我們台灣 走不出去 因為我們防疫上來講做得還不錯 所以我們國內感染的人不是那麼多 所以導致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可能認為這個打疫苗 可能不是那麼迫切的事情 跟中國又有一些問題存在 我們不能採購他的疫苗 因為目前法律上 不能用中國進口的疫苗 所以這個變成打了一個死結在那邊 我們總統可以跟美國方面 我們今天跟他說 我們現在疫苗有點困難 你能不能幫我們出面 幫我們爭取疫苗 或者日本 日本跟我們不是 我們這個政府常常說 我們跟他們關係非常密切嗎 高層 我們透過各種管道 這個才是外交這些關係 我們在國際上這些朋友 能夠發揮正確作用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認為說台灣在許多的採購上 或者是在政治上 外交上 事實上是一個比較弱勢的一個國家 但是也是沒辦法 因為畢竟我們面臨的是對岸的一個壓力在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靠我們自己國產的疫苗 自給自足 那麼我們在採購疫苗上 還是一定會有發生很大的問題 甚至你可能要花更多的錢 才能夠採購得到 政府應該也會給予這個部長他們更大的一個授權 就是在對外這個採購上面 不管是在價格方面 或者是在法令的一個限縮上面 應該要給他們比較大的一個權限 那你如果給他比較大的權限 他在對外在談合約的時候 他就能夠有比較大的彈性的一個空間 去為了爭取這個疫苗 去做出一個比較彈性的一個決策